中国大连西安路的地铁口近日发生爆炸 现场浓烟滚滚 碎片四处散落 一个三层楼的公棚三分之二被烧毁 火势大约一个小时后得到控制 官方称事故中没有人员伤亡 发生爆炸的原因也未公开 周四下午两时左右 大连市48中学北侧的大连地铁口 一个三层楼铁皮公棚着火后发生爆炸 火势猛烈 火苗窜声达十多米高 现场浓浓黑烟 有目击者向大陆媒体表示 曾听到爆炸声 现场火烧得相当快 等消防车赶到时 大火已经向东蔓延 烧过了三分之二面积的公棚 碎片四处散落 公棚被烧的只剩钢架 部分还坍塌变形 地铁施工的铁板房着了 那这个铁板房是不存在了 是没有了 灭火期间 出示现场附近路段交通一度中断 202电车双向停运 部分公车绕行 现在交通已恢复正常 大连119火警电话接听人员 21号对本台记者表示 事故具体情况不能透露 那别的情况咱就不能透露了 这些东西你问呢 所谓什么事件 因为什么体力火 这个咱们就拿着弄 据官方消息 公棚起火时屋内没人 因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大连地铁事故不断 去年9个月内发生5次踏坊 最高频率一周连续3次踏坊 还曾造成一名工人死亡 新唐人记者陈汉雄斌采访报道